關鍵字的話呢叫什麼?CS產生器 裡面的話一堆啦 可以產生這些啦太多了 這又是另外新的專業了 所以你如果可以把CS學到一個透徹 你又是一個專業這個跟美工比較有關係 那因為我們目前課程跟程式比較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不要再往下了 不然的話這一學期光上CSS就上不完了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CS徹底用上的話 你以後的網頁真的是要怎麼漂亮就怎麼漂亮 所以以後你只要想到你要讓網頁變漂亮 這件事情的話 一定要熟悉 CSS 但是CSS語法 不是每一個人都這麼厲害 可以自己從頭打到尾 所以為什麼我教各位用這個方法 因為這個是懶人學的方法 因為沒有人喜歡 但書上是教你一個一個慢慢打 這個名稱是他的key 這個名稱是他的value 有沒有key value key value 你要把這東西全部打上去啦 當然你會發現 那個 其實他好像也會提示 他也可以自己打上去 我記得好像這個CSS 他他也有一個 自己可以打上去的功能 不過 現在好像沒有提示 算了 反正他也可以 自己打 或者是說如果你不ok 他好像網路上CS產生器 也會幫你產生一些東西 你也可以看一下 甚至他產生器裡面有這些效果 有沒有 邊框的圓角 陰影啊 什麼字形的陰影啊 等等的 那當然如果你不想花太多時間 你就讓他自己幫你調一調 有沒有 調一下 下面不是有 你就把這個東西 把它複製 貼到 你可以貼的位置就好了 但是特別重要 你要知道貼哪裡才是重點 我發現很多人連貼的能力都沒有 那就 沒辦法了 OK 所以你等一下找一下CS產生器 自己踹一下好了 裡面的話請你把什麼 把字的陰影做出來好了 假設我今天陰影希望把它放在 下方這裡好了 這樣子 哇好漂亮 這能多漂亮就有多漂亮 OK 字的顏色你也可以改一下 他這邊有個調色盤 把它選一個 他這邊是可以選個顏色 陰影也可以改 你會發現這一行 就可以放在哪裡呢 特別重要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個效果 放在我們的 再跟 Dream River結合在一起 有沒有發現大瓜湖 到大瓜湖 那這邊不是個點對不對 點的話就是一個類別的意思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有個點名稱嗎 他只是名稱不一樣而已 所以你其實就是可以把這一行怎麼樣 複製一下 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們的 Dream River裡面這邊看看 放哪裡呢 你就是在大瓜湖裡面任何一行的位置 貼上就可以了 看一下 理論上這個Shadow的效果 就可以出現了 不確定 試一下看看 有沒有這麼厲害 你再把它重新Run一下好了 Azure你這邊的話 重新再套用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出現了 不過我不知道 是不是一定要在那個 什麼 即時 一定要Run的 效果 對對對 這個 剛剛把它Save一下 把它儲存 儲存之後這一行的效果就被 套用上去了 再來的話 你就是再去這邊 跑一下 不過有的時候 可能在 設計模式 看不出來 一定要在最後的結果 所以最後的結果 即時按一下 看看 有沒有看到 有啦 效果出來了 即時 有沒有 即時意思說 這個是設計模式 按下去就可以 馬上看出效果 不過因為 我是隨便做一下 但是馬上就有了 有沒有 所以又開了一扇窗了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這麼多 所以 我們的期末 你們的 作業的應該會蠻精彩的 不過這東西後面真的要自己玩啦 因為 我只是幫各位開個頭啦 後面就要怎麼變 有的時候除了你要會之外 真的還要有那個美學 就是美感 有的人奇怪 工程師真的是 不能做美 美工 因為他做出來怎麼樣就覺得 你怎麼會弄得這麼醜 為什麼你可以把一個東西 弄得這麼 感覺就毫無質感啦 OK 所以如果你要讓那個質感提升的話 我剛剛只是做一個 CSA產生器 這邊就有一堆了 當然還有啦 你看底下這麼多啦 這麼多這麼多 自己再爬圍一下 這邊還有啦 有沒有 還有超過100種 這麼多這麼多 這麼多這麼多 好多 光玩這些 你可能玩不玩 所以 下個禮拜如果沒有上課的話 就可以在家裡 把那個 剩下一次